十名 宋康浩 作为韩国影坛三驾马车之一的宋康浩 是当之无讳的票房保证 演技属于韩国点尖水平 能与这演技匹敌的少之又少 不过在整个亚洲知名度偏弱 第九名 木村拓哉 巅峰时期的亚洲偶像天王 一个时代的技艺 也是日剧收视冠军 是偶像与实力派的结合体 第八名 杨朝伟 曾被评为亚洲对剧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二演技和艺术性来说 杨朝伟绝对是亚洲最点心的 不过因为过于低调的性格和发展方向 使得他在商业性方面略显不足 第七名 周润发 香港电影最巅峰时期的第一存在 小马克赌神一个个形象 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 亚洲黑帮先第一人 在整个亚洲都有非常高的影响力 不过如今年纪大了 作品总是差强人意 第六名 阿米尔汉 宝莱物著名演员 一部三傻大闹宝莱物 让他红遍弦球 阿米尔汉给人喜剧和更多的思索 每部电影都有不同深度的意义 阿米尔汉对电影艺术的追求 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 印度永帝沙鲁克还说过 他并不只是演员 更是一位为人 他的电影追求的不是成功 还是让人引起思索 第五名 李炳线 亚洲少有的世界及巨星 不得不承认李炳线 如今在好兰物的地位越来越高 由荣耗大配角再到现在各大电影的主角 李炳线可谓是亚洲少有的存在 第四名 周星石 亚洲喜剧天王 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出演的作品在亚洲大热 每一部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当年演出的作品也无一例外的成为了经典 第三名 沙鲁克汉 印度电影天王 曾被时代周刊评为 世界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第十三位 充满个性的出色表演 让他广受赞评 属于亚洲最好的商业性演员 不过在艺术性和影响力上 尽负于阿米尔汉 第二名 李炳鞋 功夫巨星 主演的孝林斯开创了中国武侠史 在亚洲享有盛名 如今在好莱坞也创出了一片天地 第一名 成龙 世界级功夫巨星 不只是在亚洲 在全世界都有着非同反响的名气 在亚洲的地位和名气 还没有名星可以匹敌 第二名 李炳鞋